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蜗牛戴景图,我是岛主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很实用的床车旅行的一款用品 我们遇到在城市里面露营 不太适合于扎帐篷啊,放桌子这种 或者是下雨的天气啊,不太方便 那么我们怎么能就是在车里面吃东西啊,看书或者是休闲的时候就有需要一个小桌子 但是因为我们的床车的空间有限,这小桌子啊,放可能不太合适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推荐一款我发现的一款实用的小桌子 就是这样一款小桌子,它那是挂在方向盘上的 然后可以当电脑桌也可以,吃东西啊,看书啊,平常当个小的桌子也可以的 但是,我们就在这里吃东西 就会有一点热的小桌子 我可以去那天气 然后就会去那边 那边有点热的小桌子 就是这样一样的小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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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钩子勾住 然后上面两个定位的螺丝 拧紧 下面一个匹匠 再一个小桌子就可以了 现在小桌子我们可以放个茶杯 放个书 都可以的 或者是放吃的 吃的东西 泡面 都是比较方便的 还可以再低一点 这个高度就正好 还可以当电脑桌 行车的电脑桌用 然后我们这边它是小桌板的侧面还可以拉出来 我看它可以放一个水冰 这是一个床车里面 这是我们车站的电脑桌 吃饭的小桌子 或者是我们坐的时候也可以坐在旁边 坐在旁边这个小桌子就是可以放一些零食啊水果呀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很方便的 看一下我今天的露营地 今天的露营地在一个工厂的院里 还是比较安全的 然后就是现在深层 这里边呢就是 鸡手间 好 今天准备睡觉进去 现在比较晚了 今天忙得很晚 很累了 准备睡觉了 这个小灯真的不错 这个小灯真的不错 天亮了 昨晚又睡在这个车里 昨天是露营在一个工厂内 昨天睡得蛮好 舒服 现在几点七点多了 快八点了 该起床了 这是个小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